最近很喜欢研究口红制作 我在寻找显色又天然的配方 这是我们做翻糖的色膏 它本身是水性的 打开是这样 所以今天的实验重点在于水性的色膏 是否可以溶解在我们口红制作的油像材料中 因为我要调的是粉红色 所以购买紫色色膏 我也会添加红糟粉 看看我们能不能制作出粉红色的口红 将两公克的红糟粉加入烧杯 接着我们用消毒过的玻璃棒 沾一些色素 在烧杯里和一和 记得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我们现在用小火加热 好现在蜜辣已经溶解了 我们继续搅拌稍微冷却再来灌磨 它有一个香香的味道 味道还不错 我们来灌磨 在我先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辣油的清理非常麻烦 大家一定要趁着烧杯还温热的时候 就要用卫生纸把蜡跟油都擦掉 也可以将烧杯再放回加热盘去让它保持温热 继续用卫生纸擦 如果擦不掉也可以加一点植物油 让辣跟油在里面溶解 那继续擦到干净为止 记得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包括之后你用清洁剂去洗烧杯的时候 都要戴着手套 好现在到了我们试色的时间 做出来的口红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前面这里有一些不平整 我们可以用棉花棒来把它做修饰 可以用棉花棒来修饰它 实地蛮硬的 好 涂一些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就来涂涂看 还不错诶 深咖啡色 我觉得有闻到红糟肉的味道 这次蜜辣跟植物油的比例是1比3 非常成功 首先色素没有乱跑 而且它蛮显色的 擦起来啊 它是这个暗红豆沙的颜色 擦在嘴巴上就是我现在这样子咖啡色的一个效果 颜色很均匀 而且苦茶油制作的口红非常保湿 我觉得很满意 其实我应该要使用粉红色的色膏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紫色色膏 是因为通常我们用植物粉末或是天然色素来制作口红的时候 都不带显色 所以我才会想说用比较暗的颜色 来让这个口红跟唇膏看起来颜色比较明显 大家也可以用红糟粉来做做看哦 感谢观看 继续 着重 感谢观看 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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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音